我們禮拜一的時候講到就是說 我們可以 我們禮拜一的時候講的就是說 我們其實在不用做任何計算之前 唯一我只要需要這個sumption 讓我試一下 我只要試用我的iPad 我只要有這個sumption 不過這個sumption就是說 我知道我的這個number of ways 我只要怎麼去擺我的這個particle 基本上是跟我的這個volume有關 對 所以有n個particle 我只要需要 我只要知道我的這個number of microstate的scaling 基本上是跟v的關係是v的n次方 對 所以用在很簡單的這個假設 我就得到了這個equation of state 所以equation of state 基本上就是 就是我們知道這個理想氣體的這個方向式 對 好 那 當然就是說我需要 我如果要這個計算其他這些熱力學量的話 那我需要的東西 基本上我需要真正把這個東西算出來 我需要真正把這個量算出來 對 那這個量 基本上就是說 我要找所有的可能的這個mode 對不對 所有這些可能的這個particle 這個 的energy 對 那我解釋一下 這個f of r r就是每個degrees of freedom 對 那比如說在這個理想氣體裡面的話 我可能有 有 我是有kinetic energy 對不對 所以我有這個 x y z 方向的這個velocity 所以我基本上有 x方向的動能 y方向的動能 z方向的動能 所以我有3n的這個degrees of freedom 好 所以我現在有n個particle for 300 degrees of freedom 每個degrees of freedom 都有對應各自的能量 如果我說這個系統能量是1的話 對 那我私密上就是要把這個 這個 所有這些能量加起來 totally要等於這個energy 它的這個total energy 對 所以 這個問題 算這個omega 基本上就變成我要去找到這些 怎麼去湊這些ε 使得總共的能量加起來是這個e 好 那 大家都還記得你的這個量子力學 或是量子物理 對 都還記得你怎麼去解那個 如果 如果有一個3 particle被放在一個盒子裡面 好 那我試著看 可以嗎 好 那我試著看 基本上就是 他戒這個位子 對 你要算這個 這個 mol 算這個vfn的這個mol 對 這個如果是l的話 你要算這些不同的這個mol 這個如果是l的話 你要算這些不同的這個mol 對 那這個是指 如果你還記得你的這個量子物理的話 對 你就知道就是說 對每一個方向 對 它 這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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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ave vector是quantized 對 對 所以把它帶進去之後 你會得到這樣一個 對 就是x方向的這個kinetic energy y方向的kinetic energy z方向的kinetic energy 然後 這些 對 ground state對應的就是 nx n1 nz 都等於1 所以這個是 比如在x方向是長這個樣子 所以這個 藍色這個 就是我的ground state 它是first excited state 對 所以這是對每個這個degrees of freedom 對 對每個degrees of freedom 我都有這樣一個數 對 所以 對每個particle而言的話 我基本上就是 我可以用 這組正準的數目 來描述它這個 當作它的那個 microstate的描述方法 對 好 那 所以 我們基本上就是要 找出這個 所有有可能的這個 這個解 去符合這個式 好 那 這個 基本上就是 變成一個統計的問題 那我們來看 如果 我現在有一個particle 對不對 我只有這個系統裡面 只有一個particle 對不對 所以我的n等於1 那 我給它total energy 是epsilon 它的這個volume是V 好 你記得 你記得這個volume 基本上是L23次放 OK 好 所以 我給你能量 我給你的能量 這樣 那 這個number 這個microstate 對應這個能量 還有這個volume 對 那你particle number 是1嗎 所以你得到了這個 基本上就是 你需要去解這樣的解 這樣的solution 對 所有這些可能的正準數 nx ny nz 可以湊出來這個東西 對 所以對一個particle而言的話 the number of microstate 基本上就是所有這些 所以 跟epsilon之間的關係 就是所有這些可能 這個 nx ny nz 正整數的這個解 OK 最後問題 好 所以我可以generalize到這個 n個particle n個particle 基本上一樣的 我total energy是1 對 那現在變成我要把所有的 degrees of freedom通通 sum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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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不起來 基本上是要找這些 正整數的這個解 使得這個equation 可以成立 好 呃 在我們正式做計算之前 我們可以再做另外幾個 检察 對 因為這個 這個 呃 構成 因為這個 因為這個是free particle的關係 對不對 大家記得這個東西是怎麼來的 這個東西基本上是 基本上是這個 你從h bar 平方 k 平方 除以 2x 對 得到了 然後你叫 k 所以要是 kx 的話 那你的 kx 基本上是 就是 pi over l 對不對 所以你在這個地方得到 因為你的 energy 你每個 particle energy 基本上是 就是 2 分 1 ms 平方 y 平方 ez 平方 對不對 就是你這樣得到了 好 所以 因為這個關係 我們發現就是 我們發現就是 你的這個 你的這個 volume 跟你這個 energy 事件的關係 它永遠出現的是這樣的成績 對 就是 v 的 這個 3 分 2 十方乘上 1 一起出現 好 那 這個告訴我們什麼 這告訴我們 我們 這個 有了這個 microstate之後 對不對 有這個 number of microstate之後 我可以算 entropy 那 既然這個東西 是 是一起出現的話 我的這個 entropy 雖然說 v 跟 e 他們是 independent 可是我 我可以 argue 就是說 因為這個 omega 是從 從 omega 來的 所以 基本上這兩個變數 這兩個這個 variable 出現的 也會是一起 以這個成績的方法出現 更問題 好 那 那 做了這個觀察之後 我們就可以得到 下列的這個結論 如果我固定 s 的話 對 我如果有個 adiabatic的這個 這個 process 比如說我的 entropy 是 是手橫的 particle number 五遍 那 表示說 這個s 是 constant 那 你會得到的 你會得到的結果 就是 對 這個東西 相對的 n 是 constant s 是 constant 這個東西應該也是個 constant Right 所以你的 v 的 三分的四方 乘上 1 是一個 constant 好 所以 我們可以 做任何計算 我就可以 去得到 這個 pressure 跟 energy 還有 volume 之間的關係 對 因為這個東西 是 constant 所以 比如說 我知道 volume 的定義是 在 constant 這個 particle number 跟 particle particle number 跟這個 這個 entropy 時候 對 這樣做微分 對 那 一基本上就是 v的負二分 這樣 次方 負三分之二次方 對 所以你微分一下 就得到這個 這是另外一個 equation of state 對 對 這個問題 好 Bare with me 就是 這個 剛開始的時候很多數學 對 那 那 如果你數學 不知道怎麼講 我們剛開始講 講基礎的時候都會有比較多 這個 這個數學 你稱完這個 稱到 Canada Ensemble 大概第二 第二週或第三週上課的時候 我們就會開始講比較多物理 好 那 類似的東西我不知道 你們在這個 量子 異學應該有算過 像density or state的東西 but anyway 好 所以 所以這個是我們 在不做任何計算之前 我們可以得到這個 這個東西 那 單純是從這個scaling 從這個 從這個volum 跟 energy scaling 我就可以得到這件事情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更正下去 模式計算 好 那這時候 我們基本上 我們assume 我們這個particle 是classical particle 對 那 他們是 可分辨的 是distinguishable 就是說 我可以算這個particle 我知道這個particle 分一二三 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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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剛好意思就說 如果 現在有 就是幾個particle 就是我的classical這個particle 那所謂distinguishable就是說 我可以把每個particle上面做label 我可以叫做1、2、3、4、5 所以如果我做了一個交換 我把1跟2做交換 這是2、這是1、4 我把1跟2做交換 我把1跟2做交換 這個東西這兩個state 看得清楚嗎 後面同學看得清楚嗎 好 那這兩個state 這個state 對 跟這個state 我把它分 我把它叫做不同 microstate 所以這個是 我所謂這個distinguishable的意思 每個這個particle都可以標號 然後我們知道它是故意嗎 好 所以這唯一 所以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情 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情 基本上是要把這個東西算出來 OK 可是tensor這個東西其實比較不好算 可是我們可以 我們可以先算另外一個東西 OK 這個東西是什麼 這個東西是 Omega是 你在fix n v還有1的時候 這個系統對應了這個number of microstates 那我們來算另外一個量 對 我們算另外一個量 我們算這個量叫做sigma 這個sigma是什麼呢 sigma就是把所有這些 Omega 對 通通加起來 所以你的energy 你就是把這個 你的maximum energy是1 把所有這個total number of microstates 然後 e小於這個 1'小於 1'小於1的這些states都加起來 所以 所以 所以這個意思基本上就是 如果你 對 這球的話 不要 好 好 不行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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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所以 你可以想像這個 所有這個 裡面的這個體積 所以這個bottom 所以一個就是這個 所謂的sigma 然後 Omega 基本上就是這個 像撥洋蔥這個 的 這一層 所以應該就是我的 Omega 所以我把所有這些Omega 都上起來的話 我就得到sigma 好 好 所以 所以這個東西 相對就會比較好算 對 因為這個東西 基本上就是一個 你就把它想成是一個 在三圍的這個 三N個Dimensional 這個球的這個 這個 體積 對 你基本上是要算這個 三N Dimensional 這個球的體積 那 這個東西 基本上 你可以很容易找到這個公司 它有一個這個 Iterative的這個 這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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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用這個 數學規模法去證它 所以你就相信我 最後出來的結果 是這樣 如果你不相信我 的話我們可以在 作業的時候算一下 我覺得這樣 我們算一點 好 你幫我記一下 這裡 作業要什麼這裡 好 OK 好 好 那 那 接下來我們要做的事情 接下來我們要做的事情 對不對 這個是我們的這個 這個 這個 total number of microstates 對 那我先假裝它就是Omega 我先假裝它就是Omega 所以我要取Log 好 那 你要記得我們都是在這個 N很大的 就是NvE都很大的 這個 這個狀況下去 所以N很大的 狀況下去 所以 你基本上可以用這個 這個Sterling formula 對 當 你這個Log裡面 有個Factorial 然後這個Factorial 這個N是元大於1的時候 你可以用這樣當電視 好 所以 這個 最後得出來的結果就是這個 好 那 我接下來要argue 對 我接下來要argue 就是說 因為我的N很大很大 很大 所以基本上 我真正需要算的這個 Number of microstates 對不對 基本上是這個東西 對 如果你再回去看一下 我剛剛那張圖 我要算的是這個shell 對 或者剛剛 我常常這個 有一點問題 稍微有些 可以 有些 我 真的 可以嗎 這是 為了 你 可以看到我的位置剛開始學怎麼樣 我想講的意思是 現在有兩個 那這對應的基本上就是 我也有兩層的這個巧合 對 所以這個 這一塊 也就是這兩個這個 這個球面 中間所加熱面積的這個體積是我的 是我的ω或是我叫γ 對 因為這個基本上是這個 energy 加Δ1 跟 energy 1 之間的這個 這個關係 好 所以基本上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才比較接近我們有興趣的這個ω 因為這是 對 這個是 total number of states microstates 在1加Δ1 跟1之間 就是這個share上面的這個 這個number of states 那你可以想像就是說當你的球 你當你的球這個半徑很大的時候 對 你的半徑很大的時候 對 所有最重要的這個 contribution 都是在service上面 裡面 裡面這個buck裡面這個 這個貢陷就不是那麼 就相對來講就是小一個 order of magnitude 所以 在很大的n的時候 你可以 show 那 細節你可以在這個buck裡面找到 就是說這兩個東西基本上是 approximate of same 所以 我可以直接拿這個東西 來 來 來當我的這個 number of microstates 好 好 有了這個 有了這個 number of microstates 然後接下來就是把它帶進去 帶進去做計算 對不對 所以就是把它帶進去 這個energy 雖然看起來很奇怪 所以你很容易可以算出來 那 從這個energy 對不對 跟entropy之間的關係 對不對 我基本上可以很快得到 就是說這個 這個temperature 那explicit的計算 基本上 你就把這個1對s做為分 所以就得到這個 你仔細觀察一下這個什麼東西 如果這個是temperature的話 如果這個是temperature的話 所以這個 energy跟temperature 基本上只差這個factor 你跟energy跟 這個只差中間這個factor 對 所以我可以把這個 這個n語再寫回去 所以我就得到了這個 energy 這個 這個 ideal gas energy跟temperature 這個 好 那 這個 這個 你看一下 就是說 我現在有 有n個particle 每個particle 這個kinetic energy 平均上是2分之3 Kt 對不對 我有3n個degrees of freedom 對 我總共有3n個degrees of freedom 比方說 我每個degrees of freedom 分到這個平均能量 對 平均能量2分之Kt 對 對 但是我們小時候學到這個 這個 這個 equal artisan theorem 就是 中文叫 能量均分定理 對 就每個 每個degrees of freedom 我會分到2分之Kt的這個 這個能量 或是3 好 這個問題 好 那 我希望大家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 這幾個式子 你會發現 什麼地方不太對 之類 這個東西 沒有問題 這是我們從熱力學就知道的東西 上面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 是不是有地方怪怪的 Enthropy跟Energy的事 有沒有什麼地方怪怪的 香布 Extensive 無消道 好 那我們回到很久很久之前到禮拜一 對 本來想像今年才過到3月中 好 今年已經過了很久了 好 像 這個 Virus 讓大家的時間都變滿大的 所以我們說 我們說 有些property是 所謂的extensive property 哪些東西 就是哪些東西是extensive 好我先告訴你什麼是 intensive property 對 像pressure是intensive temperature是intensive chemical potential是intensive 對 那他們的重點就是 它跟n 或是跟volum 沒有關係 那extensive property 要跟n 或是跟volum 成正0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我把很多粒細算出來 這個 的entropy entropy 是不是extensive 對 proper的volum 變2倍R 我把我volum變2倍的話 entropy會變幾倍 應該要變2倍吧 可是又變2倍 對 一樣的道理 我把我的energy 我把我的volum變2倍 我的energy有變2倍嗎 沒有它變很奇怪 這個exponent 對 好 所以現在就發生一個 很神奇的事情 對不對 雖然這個式子是錯的 對 這是錯的 那我們等一下會 告訴你 更奇怪的地方 它為什麼是錯 這兩個式子是錯的 可是呢 最後出來的 這個力學結果是對的 很明顯的就是 這兩個互相的錯 就互相cancel掉 然後得到一個正確的認識 那 第一個觀察到這個 這個現象呢 是Gibbs 對 那Gibbs基本上是 一個很神奇的人 對 做這個 這個 統計藝學的人 都是 都是 都認識一些 所以我們接下來會講 那些ensemble theory 這些東西 基本上就是Gibbs 也發現 那 它基本上就是 它是 在Yale教了很多年書 對 然後都沒有配 對 那個年代 等於是 第一個真正 美國的物理學家 第一個 真正 美國本土 穿出來的物理學家 對 那 基本上在Yale教書 教了很久 都沒有配 沒有配 然後後來才得到一個 很小的 這個講師 這種配 所以它做出來的東西 基本上就是 奠定現代 這個 這個 這個熱力學 還有統計物理的這個 這個基礎 所以 我們接下來 OK 我們現在節課 就會花一點時間 來介紹 它為什麼發現這個東西是有問題的 好 那 假設我們沒有 spot這個問題 對 我想問一下 你這邊標題是解開 s code 可是 我們這邊計算的時候會出現 promp的常數 是不是 promp的常數 不是應該是量子才而出現的嗎 對 所以我們現在基本上是把它當作一個常數 對 我們現在只要當作一個常數 然後我們接下來都會 會講就是說 呃 它怎麼跟這個promp的常數是連上關係 對 其實你剛開始做計算的時候 你其實不需要 不需要 invoke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會出現是因為 對 這個promp的常數出現 第一個出現是因為我 是promp的box 那邊的動能 對 promp的box這個動能 我就已經 直接把它放進去了 對不對 因為其實我不需要做這樣的事情 對 我基本上只要 我基本上只要這個 這個寫成k就好了 對 我不需要寫成這個 這個這個 對 所以你現在 你基本上 現在可以把它當作一個常數 對 那我們接下來 可是你 你要知道這個origin 基本上就是 就是 你所有一個 particle 一個box 對 然後它的wave 就到了 對 可是你可以直接寫2分之1px平方 所以我們剛剛這些計算 都不會是因為 你把它變成integral 有任何差別 對不對 因為 你如果仔細看一下這個 我們在這邊 基本上 已經 跟你這個energy dispersion 長什麼樣沒有關係 我只告訴我 好我現在有這麼多 energy 對 所以 你只要告訴我這個 這個3n dimensional 這個球體 它的 它的 體積 對 所以這個基本上 完全沒有這些 沒有這個 這個number進去 對 對 唯一進去進來 就是說你 基本上可以完全把它當作1 對 那 我們 會花 應該是下次上課的時候 會 會花一點力氣 make the connection 就是說這 為什麼是plunk 長數 對 對 你現在可以 你現在可以很 就把它當作1耶 沒有關係 它只是一個 某個長數而已 有沒有其他問題 好 那我們先 我告訴你 所以 有了這些 這個 對不對 其實我 我只要有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量 就是 energy 跟這個之間的關係 或是 energy 跟entropy之間的關係 我會得到 比如說 這個specific heat 基本上就是 constant volume 的specific heat 對 那這也是我們 熟悉的 這個 理想系列 這個 這個cv 對 2分之3nk 好 那 記得我們講過 這個 equation of state 對 那 記得我們怎麼得 推調這個 我們用e跟b 乘t 是一個constant 得到這個東西 可是呢 你把這個 e跟b之間的關係 e把它帶進去 對不對 e把它帶進去 我就得到那個 這個 理想氣力的這個方式 這個 那 那這個 constant pressure 對 對 記得e加pb是什麼 e加pb是nsob 對 好 所以 你可以很 你可以很 你可以很簡單的 就得到這個 2分之5 nr 或是2分之5 2分之5k 對 nk 對 那 這個是 我們 念服務的時候 我就知道的事情 就是cp over cb gamma 就是 3分之5 對 對 好 那這個只是 這個 quick refresh of memory 如果我現在有一個reversible 這個isothermal process 對 isothermal process 就是說 我的溫度是不變的 我的溫度是constant 對 那溫度是constant的話 表示這個 這個系統的energy 是不改變的 對 energy 沒有trange 那 你從這個pb t沒有改變的話 你就得到這個boyer定律 對 一個氣體的initial volume 乘上它initial pressure 要等於它final volume 跟final pressure 那 你可以算entropy change 你可以算entropy change 你可以算entropy change 那基本上都是這個 你也算出 算出功 那這個大家在這個補悟的時候 應該都已經 算過很多次了 就是 系統對 呃 外界對系統所做過 那 一樣的 你也可以 我們剛才有提到就是這個 這個 這個絕熱過程 對 那絕熱過程 對 reversible的這些絕熱過程的話 你的entropy是不會改變 那你有這些scating的這個關係 所以你得到這個pe 之間的關係 對 所以你會推 你會很容易推出來 就是這些 這些這個 從熱力學第一定律 就得到這些 這些 這些 定律 好 那一樣 你可以推出它 對這個 這個系統 對這個 外界對系 這個 這個 GAS 所做的功 OK 好 那這是我們剛才討論到的 對 如果 我們說這個entropy 應該是個extensive的這個quantity 對 可是如果doublen的話 對 我doublen doublee doubleb 那 這個entropy會double 這兩個 這個e跟n的這個coefficient會消掉 可是這個東西我們沒有辦法做任何事情 對不對 所以我們沒有把它顯成s2n2b2e變成兩倍的東西 好 這個很明顯的這個entropy 這個entropy 就我們剛才算出來的這個entropy 它不是一個extensive 所以我們回想一下我們做哪些事情 對 對 我們做的事情 唯一做的事情 對 只是算了這個量 然後這個 這個看起來沒什麼問題 對 我只是算多少的number of microstates 對 然後 我假設是distinguish of particles 對 沒有問題啊 這是classical的這個particle 對 所以 整個邏輯上面好像沒有任何問題 對 好 那 怎麼辦 我 我 用統計力學的方法算 算出來一個量 這個thermodynamic的這個quantity 它應該是一個 它應該是這個extensive 可是它不 它幾乎快的是extensive 可是不是快 不是真正extensive 對 那 我們 我們先休息一下 然後下節課我們回來 我們來看一下就是說 如果 單純拿這樣的這個entropy的這個事實 會方 好 先休息一下 中文字幕——Y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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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其實麥克風說對 你確保其實那種人家沒買 然後就..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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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後... 其實就是... 然後..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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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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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就是說... 如果我用這個entery 比如說剛剛我描述這個 這個事實會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Gibs想出來一個... 一個這個... 這個... 這個... 這個scenario 這個... 這個... 所以我現在有兩個... 兩箱氣體 對 那第一箱氣體是N1 E1 E1 N2 E2 OK 好 好 那... 我讓這個中間... 讓它連起來 對 那... 嗯... 有個開關 對 所以在... 在... 假設我們這個... 這邊這個... 這個..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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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mperature 都是一樣的 OK 所以... T1 要... 對 這兩個temperature 是一樣的 好 那... 我們知道就是說 這個時候 這個... 這邊這個氣體 它自己有一個 entropy 對 我叫 Sy S1 對 零貝爾這邊的氣體有S2 對 所以這時候 這個氣體... 這兩個氣體 這個... total entropy 是S1 加S2 對不對 因為它們完全沒有... 是independent 對 所以... 第一個scenario是 如果... 這邊的氣體 我叫做紅色氣體 這邊氣體是藍色的氣 這邊氣體是藍色的氣 不知道這個... 有沒有適合使用 它們把這個打開之後 它們把這個... 這個... 這個... 開關打開之後 對 那... 你可以想像就是 有些藍色氣體會跑過來 有些紅色氣體會跑過來 只要它們打到平衡為止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我... 這時候我有一個新的系統 我新的系統是... 這個大的系統 我有一個S 它叫S-final 它有一個final的entrum 那... 在這個情形下 這個力學告訴我們 我們... 我如果... 我如果定一個delta-s... S-final s-final s-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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 這個entrum 這個entrum 會累多少 這個是一個可逆過程嗎 這是一個不可逆的過程 對不對 這是一個不可逆的過程 我預期... 這個delta-s... 會... 會... 好..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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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預期... 我預期... 所以它S會大於零 所以如果是同系體 可是如果 我現在同樣的這個實驗 兩邊都是藍氣體的話 兩邊都是藍氣體 我把這個開關打開之後 一樣的我可以量 ΔS 這個ΔS 這個是可逆還是不可逆的過程 這是可逆還是不可逆的過程 對不對 我如果把這個 我如果假設它的 particle 都一樣 然後 density 都一樣 就是 我把它拿開之後 就放進去 基本上是一樣的 對 左邊的 density 如果跟右邊的 density 是一樣的之後 這個握拿開 跟放回去 我感覺不知道有什麼差別 對不對 所以在這個例子的話 我看到ΔS應該要等於零 因為這是一個reversible的 process 好 所以這是我們 對物理的這個 這個預期 對不對 如果不同的這個 gas 的時候 我希望它的ΔS 是大於零 對 我知道它ΔS還是大於零 對 然後 如果是同樣dance的時候 那如果假設 我就assume這個density 是一樣的時候 它ΔS還是要等於零 這樣問問題 所以我們就可以來套公式了 對 看看我們 我們想像的這個事情就是 好 我幫我上去 應該是它 這個T是一樣的 對不對 然後不同的 有N1 V1 N2 V2 所以在mixing之前 我單純只是套公式 對不對 這個I等於1跟2 它entropy各是這樣子 對不對 所以total entropy 就是把這兩個加起來 好 那如果我把這個牆打開了之後 對不對 我把牆打開了之後 N1這個氣體 對 第一個氣體 假設是紅色氣體 對 黃色氣體它的volum就變成 大V V1加V2 對不對 那 N2的這個 比如藍色這個氣體 它的體積也變成V1加V2 對 所以我一改的地方 就是這個地方 對不對 我的體積的這個 這個volum 從V1 V1 V2 變成大V 這個V4 V1加V2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entropy of mixing 對 那 simple exercise 我一減 我就得到這個東西 好 那我們來看 N1 N2 都是大於0的 對不對 V1加V2 一定是大於V1 V1加V2 一定是大於V1 V2 對不對 所以 這一項也是大於0 這一項也大於0 所以我的ΔS 是大於0 對不對 所以這符合預期的 好 所以 so far so good 對 沒有什麼問題 這個entropy的這個式子不是extensive 好像沒有帶給我們太大的麻煩 接下來這個例子 對 Gibs 提出來 你看到有什麼paradox 或者什麼什麼東西的話 你就知道 這個是 不理 因為很重要 來釐清這個 這個概念的東西 對 所以他問了這個問題 如果 我這兩個這個Gas 這兩個這個 這個氣體 是Identical 也就是說都是藍色的 都是紅色的 那它是Identical的時候 它的質量是一樣 對 對 那 那我們來看一下 它是Identical的時候 它的 我那個sum 就很容易可以直接做出來 對不對 我的Mass是一樣的 所以M1跟M2是一樣的 所以這個Allow 我去把很多東西都可以直接sum起來 所以這是我的式子 這是我的total entropy 在還沒有mix之前 可是呢 我mix之後 對不對 我一樣的寫下來 這個entropy 改變這個 這個entropy 所以有mixing Δs 是實在是一模一樣 對 那 V1 V2 一定是大於V1 V1加V2 一定是大於V2 所以這個東西還是等於0 對 就是說 在Identical particle的時候 我做mixing 對 我預期它是一個reversible的這個process 可是 用我的這個統計力學 做出來的entropy of mixing算出來 它是大於0 表示告訴我說這個是一個不可唸的過程 對 所以這個就是paradox 對 就是gives the paradox 好 那 有paradox 就是要有這個 要想辦法可以解決它 對 那 我們剛才也稍微討論一下我們的sumption 對 我在做計算的時候 好像沒有什麼地方出錯了 對 那 那 唯一我看到不對的地方 唯一我發到這個不對的地方是 是這件事情 對不對 我看到不對的地方是 somehow 我的這個entropy 或是用entropy算出來的energy 它不是一個extensive quantity 可是我預期它是一個extensive quantity 好 所以 如果 我可以fix 這件事情的話 我就 我可以把它變成 讓 entropy 變成一個extensive quantity 的話 一切就 一切就 就完美了 對不對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sys 你就stare這個sys 你要怎麼讓它變成extensive 你要怎麼讓它變成extensive 這個東西是討厭的東西嗎 對不對 對 就是讓我 這個entropy不是extensive的東西 對 那我們看 為什麼e不會給我問題 因為e它都有跟著n在一起 對 我們手牽手在一起 對 所以 如果 我可以把 v 這邊也除一個n 對 所以 如果這v 跟著一個n的話 我把這個變兩倍 這邊兩倍 這邊兩倍 這邊 不會有感覺的差別 這邊變兩倍 這邊變兩倍 所以 entropy就是extensive 對 好 那我怎麼樣 把一個n放進去 我要把一個n放進去 那我們要回去看這個stirling formula 好 好 對不對 我如果 我如果 可以 因為我要這邊有個n嘛 對不對 我要這邊有個n 對不對 好 那 我要得到n的方法 基本上就是 因為我要有stirling formula 我不能直接塞一個n進去 如果 我把這邊塞一個 n factorial n factorial 的n四方 sorry 就是n factorial 到n就是 1 over n factorial 對 那 這樣 我就可以得到一個 這個 這個 v over hand 好 好 所以 如果 我做這樣的事情 對 那這個是gibs 提出來這個 這個 fix這個東西的方法 他說 如果你做這樣的事情 對 那 你原來entropy只有k log gamma 或是這個sigma 對 你把它除了這個n factorial 之後 那 你說要算一算 你的v over v就會跟n 是一起出現的 對 那 因為你有除了這個n factorial之後 這邊這個東西 不太一樣 可是這個 這個prefactor我們不管 對不對 可是重點是 v跟n 他們現在是用ratial方法出現 所以 我把n變成兩倍 v變成兩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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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個東西 entropy 也變成兩倍 所以這個是我新的這個entropy的這個formula 好 那我們就可以把它帶進去看看 這個會不會是fix的問題 這個問題 fix的這個paradox 好 所以 你assume這個m1等於m2 你最後得出來這個entropy of mixing的結果 是這樣子 好 如果 我假設他們的tensity是一樣的 也就是說 v1n1等於v2n2 v1n1 v1n1 v3n1 v2n1 v3n1 v1n1 v1n1 v2n1 v1n1 v2n1 v2n1 因為這Density Density都是一樣 所以基本上就是N1-N2-LogDensity-N1-LogDensity N2-LogDensity 所以等於0 所以Kibbs 就是在19世紀末的時候告訴我們說 好 你如果你的這個理想氣體的這個統計力學的這個東西 的算這個Number of Microstates 你的Number of Microstates 你如果不要有我這個Paradox 你唯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 你唯一做的事情就是做除以這個Efectorial 好 這邊問題 好 你現在應該要問你自己 如果你不問我 我過得好好的 我為什麼要除這個N-Factorial 因為我就算是這個東西不是Extensive 我就不要把兩個同樣的氣體Mix在一起的話 我人生就完美了嘛 對不對 所以為什麼要除這個奇怪的這個 這個N-Factorial 好 那 這個會跟剛才同學提到就是說 我為什麼要考 為什麼會有一個這個Brown Brown克常數跑出來 對不對 其實這個基本上就是因為 這個是 我們所有真正的underline的這個 這個物理都是 都是量子必學 對不對 所以 我們剛開始的時候 我們考慮這個理想氣體 所有東西是identical 而且是可以distinguishable 對 所以distinguishable就是說 就是我剛才講的 你把第一個例子跟第二個例子 交換之後 對不對 那 我說他們是 如果這個position還是一樣 velocity還是一樣的話 我說他們是不同的這個microstate 可是實際上我們知道 在這個fundamental這個量子力學裡面 所謂這個identical particle都是 都是不可分辨 也就是說 我沒辦法做label 這個第一顆在這邊 第二顆在這邊 對不對 這樣 我把它做交換之後 它還是同樣一個microstate 所以 你先想就是說 我現在N個particle 對不對 N個particle 它們之間的這個排列組合 我其實都不能把它變成不同的這個microstate 我要把它當作同樣的microstate 所以 我需要除掉這個bacterium 這個m-bacterium 那 實際上 我們未來會看到就是說 事情比這個還複雜 對不對 因為你有很多 你有可能有些state它是有degeneracy 有好幾個particle 在同一個這個能接 對不對 那不是單單只有這個 這個n factorial就會解決了 可是這是最重要的這個factor 所以我們把它除掉 所以等到我們開始真正講quantum的這個statistics的時候 然後我們會再回來 認真的 算這些排列組 好 正論問題 好 那 這個結束我們這個 對第一 第一章的討論 那 大家給我五分鐘 因為我這個沒電 所以我要上去拿我的電了 大概五分鐘 我上去拿我的電 補充 立刻 白痴 那 我 我 在那 從 後 是 你 那 倒 來 是 你 那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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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 文字幕志愿者 有先 所以说 文字幕志愿者 很不幸 文字幕志愿者 那这些 这些小区域里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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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有另外一个 这些小区域里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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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这些小区域里面 这些小区域里面 这些小区域里面 这些小区域里面的话 这些小区域里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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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些小区域里面